假逼暗一事 以老二被流放收场 对此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 最闹心的莫过于新川主 川夫人以及老实了 他们一个将老二视为继承人 精心培养多年 一个是老二亲妈 后半生能否维持尊荣和地位 全看儿子能否挺到最后 一个靠着老二庇护 从小横行霸道 目中无人 可随着老二出局 一切的希望和谋划都落空了 至于高兴的人可就多了 好家算一个 对于老二恶有恶报的下场 好家就差放鞭炮庆祝了 赵芳如算一个 多年真情喂了狗 终于可以正大光明 不留任何遗憾地回戴川继承家业了 除此之外 老四也算一个 与班导老二的老六相比 老四的开心程度 不次于好家和赵芳如 老四对老二本就不是真心辅佐 而是生存之道 可是 在老二这种小肚鸡肠的人 手下讨生活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懂察言观色 要会阿谀奉承 要能出谋划策 还要把握好分寸 既不能让他觉得你比他聪明 还要让他感觉你有用 如今老二倒台 老四等于摆脱了如履薄冰 扶小坐低的日子 他怎能不高兴 虽然后来老四又成了老三的副手 但与老二相比 老三明显容易伺候摆弄得多 甚至必要的时候 还能踢出去当挡箭牌 至于老三 老二倒台 他也很高兴 虽然老二从不曾磕大于他 但毕竟是老二走了 他才有机会接管护正司 在老爹新川主面前露脸 而那些所谓的追随老二多年的 亲贵大臣们 变脸变得更快 先是历见老六接管护正司 在老六让嫌老三 老四成了护正司协理之后 又全都转身巴结老三老四 也是看到了老二走后 朝堂局势的变化 以及各路人马的心思与谋划 我才明白 老六让嫌老三 是老六与新川主权衡利弊之后 不谋而合的决定 只不过这个决定的结局 把老三推进了火坑 老二流放之后 新川主一直盘算着 护正司由谁来接管 要知道 护正司是一川最重要的命脉 一般都是由敌长主来主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得护正司者得储君之位 即便没上位 那也仅差一步 也因此 接管护正司的人选十分重要 而可供新川主挑选的 目前只剩老三老四与老六了 至于他心中属异于谁 就要从他指定人选时的细节来看了 新川主没有直接下旨意 而是将这个问题放在朝堂上讨论 表示要听听群臣们的建议 要知道 如今老六风头正盛 尤其是在侦破假弊案 拉下老二又没有赶尽杀绝之后 老六的能力与仁德 得到了群臣的认可 连之前弹劾老六审讯滥行的人 都转身拥戴他 对此 新川主心知肚明 也因此 在群臣一个个表态 历见老六接管护正司的时候 新川主没有丝毫惊讶 而是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 随后他把问题抛给了老六 六少主自己以为如何啊 这里就涉及一个小重点了 在帝王之术的规则中 得到了答案 却还提出问题 就说明他对现有已知的答案不满意 否则 他大可以顺势之间 把护正司给老六 而不是假意征求老六的建议 也就是说 他根本就不想让老六掌管护正司 至于他为什么不想让老六上位 原因有三 其一 心里有侃 老二被流放是老六的杰作 虽然他也相信 老六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但他心中多多少少对老六有怨气 精心培养的嫡子 就这么舍在了老六的手里 这等于三十多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还失去了一个儿子 他没怨气才怪 即便从始至终 老六都没错 但他心里就是有一道坎 所以他自然不希望老六上位 其二 不让老六接管护正司 也是给川夫人留面子 要知道 老二被罢黜 已经是等于打了川夫人的脸 毕竟母子是利益共同体 失去儿子与依仗的川夫人 自然对老六有恨有怨 在这种情况下 老六要是还接管了老二的护正司 那无异于是在川夫人伤口上撒盐 川夫人毕竟是义川之母 他的脸面新川主还是要顾忌的 其三 除了以上两点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过这一点暂且放在下文 解析老六为什么让贤老三的时候再说 因为这个因素 与老六让贤也有直接关系 让位背后的真实原因 新川主有他的心思 老六也有自己的打算 对老六来说 他不是真的不想接管护正司 毕竟一旦护正司到了他的手里 他就更有机会实现自己的鸿鸿之志了 只不过他深知 此时尚未并不是最好的时机 之所以这么说 原因有这几方面 一 了解老爹新川主的心思 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了 这也是老六让贤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明白 新川主问他意愿 就是希望他主动放弃 他虽可以选择顺势而上 但不要忘了 新川主手里有一票否决权 既然新川主不愿他接管护正司 他又何必去触眉头 逆势而为呢 老六韬光养晦多年 身知君臣父子 是先君臣后父子 所以他不能像平常百姓家一样 看待自己的父亲 只能用臣子的心思去揣摩圣意 而这也是能否在风绝云鬼的朝堂上立足的根本 二 不想得罪老三 老三这个人虽然看起来野心不大 但他很懂得权衡利弊 一旦真正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 老三未必会退让 从表面上看 老三对老六接管护正司没有什么意见 但这并不意味着老三不想上位 这一点从老三欣然接手护正司 没有任何推托就能验证 按理说 如果没有老六 老三从护正司写礼升到主部 是理所当然的事 况且按长幼有序于出身来看 三人中老三年龄最长 且是川夫人养大 算是半个嫡子 于情于礼 老三上位都是名正言顺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老六真的占了位置 成了老三的顶头上司 老三即便表面不说什么 心里也未必痛快 同时 以老四阳凤英伟的性格 一定会在老三面前搬弄是非 挑拨离间地为其打抱不平 到时候 他与老三的关系会如何发展 他也没有把握 三 谋权不畏私 老六是有野心 不过他的野心与其他人不同 他谋权不是为了私利 而是为有能力改变不平不公 有能力为百姓与设计谋服 就像剧中他对戴先生承诺的那样 不沾轨迹 不畏权益心 千种思量聚在百姓 万般思虑皆为设计 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是老六的初心 也是他一直坚守的原则与信仰 而老三尚未 对他来说算不上是件坏事 也不影响他认真做事情 毕竟老三不是老二 不会独断专行 更不至于将他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如果他们真的在某件事上 意见不同 他也有一定的把握 说服老三 和平地解决分歧 四 高处不胜寒 这一点尤为重要 老二之所以长歪了 新川主有一部分责任 但更主要的是环境所致 作为指定的新川继承人 老二过得并没有想象中 那样光鲜亮丽 反而被敌长主的身份所困 做得好是应该的 还需要继续努力 做得不好 那就是德不配位 太有能力了会遭亲爹忌惮 没有能力连自保都难 向上面对的是掌管 生杀大权的父亲的严苛 向下是已开府上朝 虎视眈眈的弟弟们 此外还有一群 阿鱼奉承 见风使舵 靠他飞黄腾达的臣子 如何做好一个 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继承人 是千古难题 对此老六心知肚明 过早地将自己放在那个位置 就等于把自己 变成了一个活靶子 老二的前车之剑摆在那里 一个敌出的少主 深得新川主的庇护与扶持 依然下场惨淡 他一个数出的少主 本就不得宠 又怎能安稳地走到最后 毕竟单靠能力远远不够 所以放弃护正思 不是老六不想要 而是暂时不能要 新川主虽对老六 拉下老二不满 但他不是个昏君 不能力敌 便只能力闲 而他深知 论德行 论才干 论能力 老六都是远胜于老三与老四 是堪大用之人 也因此 他并不想老六这么快地成为下一个老二 或是成为活靶子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考察锻炼老六 在此之前 他不希望老六出世 剧中 新川主在老二被废 全城建议他提早立远处的时候 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厚望 姑刚失去一个儿子 志里斯给侍中就都跑过来问 下一个厚望何在 个个都说应当决断 可这决断还要断送几个儿子啊 经历了老二的事 让新川主明白了 储君之位的危险系数有多大 他不让老六成为下一个厚望 也是对老六的另一种保护 当然 这个心思是在失去老二之后才有的 从高处不胜寒 以及新川主口中的厚望的角度来说 老六将护正司让给老三 等同于把老三推进了火坑 这虽不是老六的本意 但已成事实 自从接管了护正司 老三就成了所有人追捧与奉承的对象 这其中包括老四 老四为人圆滑世故 有心机有手段 他把之前用在老二身上的那一套 完美地照搬在了老三身上 不仅迅速讨得了老三的欢心与信任 还因与老三配合默契 得到了新川主的认可 成了护正司的协理 面对老四的讨好 老三起初是防备与不适应 在尝到了甜头之后 却十分地受用 享受其中 不仅认可的老四 还准备与老六在朝堂上划清界限 此时的老三 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偏向老四了 谁对自己有利就亲近谁 人性本就如此 但是要知道 老四的终极目的 可不是给老三做嫁一 而是自己上位 那么 一旦老三对老四彻底放下戒心 事事已重老四 同时又疏远了老六 那么老三的结局怎样 可想而知 很可能成了下一个老二 这也是为什么说老六让位老三 是把老三推进了火坑的原因 人心会变 人的野心也会随着 环境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希望老三能够守住本心 不要受了老四的蛊惑走上歧途 或是走上老六的对立面 与老六为敌 只不过 面对颇天的富贵 与唾手可得的权势 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守住本心呢